都看了哈,对的,终于赢了 第一次我感受到了中国司法的温度 因为想要打赢这场案件真的是蛮难的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因为社会舆论度这么高的话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我看到有很多人还在讨论说罚款罚少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案件来说 能打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这场案件的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 从司法的角度上面来说 终于承认刘欣这种做法是有罪的 经历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终于等到了这个消息 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姜哥妈妈她视频里面说的那五个字 说妈妈做到了 我真的是反反复复看了非常非常多遍 现在我要去看姜哥 我要把这个给给她 我要告诉她 妈妈做到了 而这件事情之外 你们知道最让我觉得韩欣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这个世界上有恶人 那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最让我觉得韩欣的是 居然有很多人去拥护刘欣 居然有很多人还觉得刘欣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些人我觉得比恶人更加的恶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 刘居然还借着这个事情拥有了三十万粉丝 也就是说至少有三十万人都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后这些粉丝跟别人家粉丝不一样 这些粉丝每天干嘛呢 就去姜哥妈妈那边抹黑人家 骂人家 我是真的 不理解啊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三十万人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 就是怎么想的 一开始她没有去开门 我们可以理解为OK她太害怕了 再后来她没有及时打120 我们还是可以理解成OK她遇到这个事情太害怕了 内心的恐惧占据了所有的理智跟个人判断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她躲避 不愿意出庭作证 然后呢还诋毁姜哥妈妈 然后接下来的这六年间 她都没有安分 她还不停的去弄各种小号去诋毁人家 但凡她有那么丢丢的良心 真的就是这么丢丢的良心 我觉得她都做不出来这个事情 我就想问一下拥护刘欣的这些人啊 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你们有道德有底线 有个人认知能力吗 有个人判断能力吗 我一直知道这个事实 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个事实 就是刘暖熙 从幽门刘欣锁了我姜哥的家门 导致我姜哥无路可逃 而被刘暖熙的前男友陈时锋残忍杀害的 刘暖熙一系列从姜哥被害开始 一系列的行为 所有所有的行为 都是为了逃避她的法律责任 今天 中国至高无上的法律 终于对刘暖熙的这个行为认定了 是刘暖熙锁了我姜哥的家门 就是 就是 既然你们觉得这样的事情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去替换姜哥好不好 相信你肯定是愿意的吧 又或者当你的孩子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希望你可以 哎 哎 好